武汉加油,我们在一起,相信我们一定能战胜疫情。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,韩国驻武汉副总领事李光浩和他的同事们一直留守在武汉。 2月17日,李光浩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,目前还有大约100名韩国公民留在武汉, 尽管总领事馆已经暂停办理签证业务,但包括李光浩本人在内的4名领事及中国籍员工依然保持工作状态。 去年8月,首次在中国任职的李光浩就任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副总领事。 在他看来,武汉是一座独居魅力的城市。 疫情发生后,李光浩与同事们一起主动留守武汉,是为了服务韩国侨民, 也是为了与邻居中国共同抗击疫情,共度难关。 我觉得武汉市的历史和现代未来巧妙融合共存, 度居魅力的城市。 武汉地道小吃热干面,排骨欧糖都非常好吃。 韩中两国有着共同克服困难的艰难历史。 非典时期,韩国大使馆,韩国领事馆也都没有撤离, 而是选择留在中国和中国政府,中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。 因为韩国作为和中国最相近的邻国, 中国的困难就是韩国的困难。 在邻居遇到困难时, 守望相助才是做人的根本。 李光浩介绍,得知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, 包括韩国中央政府、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、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武汉代表处, 以及与湖北地结友好城市的中青北道。 众多韩国民间组织先后向湖北省及武汉捐赠了防护服、 口罩、护目镜等医疗物资。 据我了解,韩国中央政府方面一共捐赠了价值500万美元的医疗物资, 包括防护服20万套、护目镜20万扶。 在韩中国留学生和校友会方面, 也捐赠了200万个口罩、防护服10万套、护目镜10万扶。 除此以外,还有我们领馆没能统计到的韩国民间团体, 也自罚给湖北省捐赠了经济医疗物资。 近年来,湖北及武汉与韩国在经贸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交往密切。 李光浩说,韩国与湖北的交流合作不会因疫情的发生而受到任何影响。 韩国驻武汉总领事馆会和武汉民众一起迎接战胜疫情的那一天。 韩国和湖北的经贸、文化、教育等交流合作不会因为这次新型观战病毒而受到影响的。 虽然双边合作可能会稍有颜色,但是已经规划好的交流合作项目将会继续推进。 我觉得以后,两件、两地件在IT、人工智能、智慧城市、医药品领域有很大的合作可能性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顺客、未经贸,卖人 hurdles長阜最能 injustice。 给你这个词伐和继续 modern感情急价剧维来无所精闻的反應。